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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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樽宜低層 這個實用430呎的單位 在這個位置 我不願意走 因為原來膠腦標準 有鏡子在這裡 你也知道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漂亮 經常照著這鏡子 我都覺得很好 很加分 有鏡子在這裡 另外一件事也挺有趣的 就是它這個有個燈掣 它跟一般燈掣不同 你看 摺著它凹凸 這樣就開燈 雖然功能一樣 但我覺得有一樣東西不同了 我覺得挺搞笑的 我們去客廳位置 客廳位置 都是視視正正的 不過唯一要彈 可能你把飯桌也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猜唯一就要放在這裡 否則我想不到那些位置可以放 而且低層單位要看什麼 就看它的景觀 景觀就是這裡 我覺得景觀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看單位的泳池 即是會所泳池 而且其實因為是向西南 收工就可以看到日落 不對 我晚上才收工 不過不要緊 業主組上收工就可以了 有一個美觀可以看到也不錯 低層來說算是這樣的 真的 好了 我們先去廚房看看 廚房的儲物量是做到100分 我覺得這幾格全部都可以放東西 我覺得它比較有心思的是 它連上這個抽氣線上面 抽籠機上面 都做了一些格子給你 物盡其用 另外雪櫃也做了一個手柄 雖然有也可以 沒有也可以 但是有了就加分 至於它的入伙禮物呢 就有空氣清新機 有個沖茶器 有茶葉 還有一間瑤柱 我經常形容這些新盤的洗手間是光潔明亮的 這個就不是的 我覺得有點暗 而且這兩種顏色也有別於一般廁所 一般新樓的洗手間是白色 這個顏色我 我不太知道這顏色是甚麼 如果你知道是甚麼顏色的話 留言告訴我 看看細房 細房就是這裡 它都是看得更多的會所泳池景 它的門都可以開得合理 因為你開這邊 那你這邊就可以用多些位置 不過我發現了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主人房 就是主人房這個工作平台 有很多人想著浪衫會在工作平台 主人房那裏 但是去到門是這樣的 就是你開了門 其實你就可以站進去 你放不到浪衫的東西進去 主人房還有這裡 這個位置套進去 我就頭很痛 我想怎樣可以放到床 我都問業主他會怎樣 他說他現在還在想 好 樓呢 就先看到這裡 看到單位貼上黃色紙 是不是很想知道驗樓質素是怎樣 現在交給明哥 其實新世界元朗新盤俊儀 上年年頭已經入伙 但由於這個單位是貨尾 所以就遲了收樓 單位亦都出現了不少問題 首先是衰大意 就是洗衣機後未插入 搞到明哥一試洗衣機就漏水 不過這個搏回來就沒事 最大件事是條渠 其實除了下面這裡有水之外 我還聞到下面很臭 有一股渠味 為什麼呢 下面那個櫃裏面有味 是因為渠格完全是沒有座 留意到我打開那個圍板 發現地板上其實有一個排水口 但是櫃裏面也有一個檢查生口 大家看看櫃發現 完全所有東西是未裝的 包括了那個生口板 包括了渠格 膠的渠格 金屬渠格 甚至隔氣都沒有裝進去 導致整個櫃裏面 是沒有辦法有隔氣和疏氣的功能 這個單位本身屬於低層的單位 很多時候一些排水 污水有機會經過這些渠 污氣有機會從這裡走出來 如果發現得遲 其實疫情下 我們比較擔心一些疫症 或者細菌病毒 可以在經過這個位置傳播 所以我建議通知發展商重新裝 但是我認為也有難度 因為下面所有設施都裝好了 包括渠或垃圾桶 我相信如果裝這些東西 必須要拆掉所有東西出來 所以人才可以鑽進去裝 現在其實我想幫他裝也裝不到 我剛才看到要裝渠口的東西都有齊 不過就散在櫃底裡 沒錯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齊了 不過全部東西還未裝 本身來說現在的情況是絕對 我鹽樓來說也是第一次看到 是 明哥 下面很長 這條又是收水裂紋? 是的 本身這個主人房的窗台底 有一條很長的收水裂紋 其實由窗台底打橫伸展 收水裂紋本身是油漆上面 因為溫差和冷縮導致收水 這個位置因為你留意到 其實都比較曬 而且室外亦開了冷氣 這些溫差和物料收縮之後 容易出現收水裂紋 這些收水裂紋主要是油漆方面的問題 主要是處理油漆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是用執油方法就可以處理 我做過隨機測試 則並沒有任何規檔空虎 所以主要是執油就可以了 剛才我看見廳也有兩條很長 這條目測至少6呎長 其實我聽說這些是死症 執完又會再有 執完又會再有 沒錯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業主收樓的時候 最理想就是開了冷氣 燈溫度濕度下降的時候 容易會看到收水裂紋 方便如果發現問題 盡快通知發展商進行執手 明哥 擠掉它 擠不掉 擠掉它 真的怎樣擠都擠不掉 我不信 你快點擠給我看看 擠 真的擠 擠還擠 小心安全 真的擠不掉 那些奇怪符號是… 擠完之後又擠出來 真的擠不掉 我相信玻璃表面 曾經有些化學劑侵蝕了 導致它擠不掉 這些其實是雙層的中空玻璃 俗稱IGU 本身來說 兩層玻璃中間隔著空氣 一般看到這些污漬 一般來說 我們都比較擔心 污漬的位置在哪裏 很明顯我們看到 其實污漬不在裡面的玻璃 而是外面的玻璃 最簡單最容易處理 就是外面玻璃變髒了 一般來說用一些清潔劑 就可以清潔得到 但我現在擠來擠去擠不掉 所以我建議都需要發展商處理 但如果無法清潔的話 我想根本是唯一的方法 既然明哥擠不掉 就要看發展商行不行 明哥 檢查了整個單位 其實整個單位質素又如何呢 而且其實這個單位 都遲差不多一年收樓 有沒有一些問題是內收樓出現了呢 這個單位本身檢驗到的問題 其實都比較多 包括了在廚房 有些洗機後有漏水 而且有些渠隔 基本上 第二台的排水口完全未做好 其實磚石材方面都比較多 包括了門檻 大門檻有裂 露台也有磚有裂的情況 全屋很多位置都有收水裂紋的情況 其實整體質素和我們在去年五月 在新收樓的時候 其實發現問題比較多 質素方面是比之前較差 有沒有一些好東西稱讚 我見其實它的玻璃 就算低層都沒有花過的 是的 玻璃除了我們發現有些污漬之外 其實玻璃質素其實相當好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崩裂 氣泡的情況出現 這個單位是多少分呢 這個單位的分數是這個 對比明哥上年五月 進而入伙的時候評分 是88至96分之間 今次驗樓評分比當時入伙的時候低 而發展商就回應 單位的問題已經整理好了 好了 我們今天驗樓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留言和訂閱 我們BOSSMI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頂騰 頂站 頂站 頂帶